但如今他也是个有钱人了 龟庄的客栈茶楼酒店又开的到处都是 每到一处 他或歇脚在自家店内 或住在自家别院之中 惬意得很 最关键是 他也可以除岁不收报酬了 想到此处为无限眉梢眼角揭示笑意 他喜欢这种自由 一切都无拘无束的感觉 如此一路行来 这一日到了云阳境内 到的云阳 七封山是个必去的家畜 七封山风鸾起伏 连绵树里 这里茂林修竹 曾鸾叠杖 异常幽静 是江南一带难得的好风水 山上更有石碧岩画 石碧蹄字 堪称瑰宝 两山加一湖 岩石湖就像一块巨大的蓝水晶 极是美丽 未无限到得城中时 五十已过 但路上却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 连摆摊的小贩也不见几个 看起来极为萧条 找到自家的归云客栈 魏无限出示了姓武 那客栈老板姓黄 早收到家主出门历练的消息 此刻见是家主预排 便屁颠屁颠地给他安排了食宿 饭菜上来 魏无限便问 老黄 此处因何如此萧条 那黄老板叹了口气 道 只因邪碎闹得厉害 已有数人丢了性命 魏无限道 当地仙门不管吗 黄老板道 管啊 上个月还蛇了两人 魏无限道 这么说 这邪碎很厉害 黄老板道 谁说不是呢 都吃了几个人了 魏无限大为兴奋 他业烈一向是越邪越好 越凶越是来劲 当下问清楚 闹碎的地点 知道这邪碎一般都是害时出现 紫石消失 便在客房中歇下 只等天黑便行动 夜间的戚风山比白天要难走得多 从山脚到山腰都是怪石临巡 山上又草木茂盛 荆棘灌木尤其得多 天色又暗 魏无限 抬头看看苍穹中的一轮明月 又奋力往前走 约莫半个多时辰 忽听头顶一阵疾风刮过 山道边树叶翻飞 月色骤然暗了下来 魏无限前世身经百战 经验老道 历时知道不好 邪碎出现了 眼见前面几步 远处有快凸起的山岩 快步窜过去 躲在阴影之中 想先看清楚 是何种邪碎 再做打算 刚演好身形 只听空中传来一声尖锐的提叫声 那声音犹如婴儿在啼哭 尖力直钻入脑门 让人一听就恐惧不安 古雕 魏无限大惊 这东西乃是凶残的恶灵所化 是个痴人的怪物 他抬头看去 空中献出一大团黑影 他张开翅膀 竟有十多丈长 铺天盖地 白月色都掩住了 这么大 怕是成精了 魏无限正要出去 却见空中一百亿少年遇见而来 与那股雕斗在一起 那股雕不是少年对手 见其激荡下 黑色羽毛纷纷落下 蓝战 魏无限 差点喊出声来 果然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那少年手里的宝剑 闪着冰蓝色剑芒 猛然身展开 古雕在空中躲避不及 硬生生中了一剑 哀嚎一声 跌落下来 那少年易落于地上 举剑欲刺 谁知古雕两只巨大的翅膀一扇 身体猛然拔高 转身想要逃走 那少年左手一抖 一根金丝所飞出 缠住了古雕的爪子 哪知那古雕力气极大 竟拖着少年腾空飞起 魏无限一剑 飞身而出 手中长剑闪着红色剑芒 猛然刺入古雕柔软的腹部 古雕吃痛 惨叫一声 从空中一头栽了下来 那少年手中长剑灰起 冰蓝色剑芒闪过 砍下了古雕的脑袋 他归剑入鞘 转身向魏无限道 谢谢相助 魏无限道 不谢不谢 伸手道 魏英魏无限 哪知蓝忘机 却往后一锁 好像他伸过去的不是手 而是什么怪物的爪子 淡淡道 蓝战蓝忘机 魏无限尴尬地缩回手 才想起前世蓝忘机的 我不与旁人触碰 心道 小古板还是小古板呀 一点没变 但魏无限是什么人 怎么会因为这么点小事 就退缩 他嘻嘻笑道 久闻大名 不如交个朋友吧 蓝忘机看他一眼 没有顺着魏无限的话答 道 我要走了 魏无限道 不知蓝兄是回家还是游历 蓝忘机道 游历 魏无限大喜道 正好正好 我也是在游历 不如一起 于是 蓝忘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时 身边就多了一个自来熟的少年 魏无限 驴子也不回去拿了 反正黄老板一定会给照顾好 他紧紧跟着蓝忘机 一路滋滋叉叉 相邪而去 蓝忘机本是出门历练 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地 他这人平时沉默寡言 清冷严肃 不苟言笑 而魏无限却截然相反 一路上蹿下跳 叽叽喳喳 废话连篇 游喜和蓝忘机拉拉扯扯 挨挨蹭蹭 蓝忘机以为自己会厌烦 然而并不 心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窃喜 观道之上 一人一身白衣 竖着墨额 飘带在身后随发青阳 面旁白皙如玉 俊极雅极 一人身形仙长 一袭黑衣 风神俊朗 潇洒不羁 相伴而行 如此相伴一月有余 这日两人赶路错过了宿底 便在野外一山泉边露宿 修仙之人 经常外出除岁 露宿也是常有之事 蓝忘机在泉水中敬首后 拿出干粮 递给魏无羡 吃吧 魏无羡道 光吃干粮怎么行 这泉边水潭里应该有鱼 我去抓几条鱼来 说着他便开始脱衣服 蓝忘机变色道 你做什么 魏无羡道 脱衣服啊 蓝忘机扭过头去不看他 不知羞耻 魏无羡道 这又怎么不知羞耻了 难道要穿着衣服下水抓鱼 魏无羡三下两下 就脱了衣服 扑通跳入潭中 水面上咕嘟嘟升起一大串气泡 半天 没了动静 蓝忘机急忙凑到水潭边 略微紧张地注视着水面 等了两久 还是没有动静 他心中不有着急 魏英 魏英 叫了好几声 仍然没有动静 他灯时色变 正欲脱了外衣 跳入水潭去寻找 呼听哗啦 一声响 魏无羡湿淋淋地露出一颗脑袋 撇着嘴冲他笑 蓝湛 看我 快看我 抓到一条大鱼 魏无羡把胳膊举高 手里果然抓着一条两尺多长的大鱼 在他手中物字挣扎扭动 大滴的水珠顺着他俊朗的面颊往下滑落 夕阳余晖下 竟让蓝忘机觉得很是炫目 一时移不开眼睛 接着 魏无羡抹了一把脸 抬手把鱼抛在他脚下 这条给你 我再去抓一条来 他一个猛子又扎进潭里 继续抓鱼去了 给他的鱼 蓝忘机正正地看着脚下扑腾的鱼 尽管夕阳一点不热烈 但他却觉得脸上似乎滚烫滚烫的 他蹲下 伸手触碰了一下那条鱼 又触电式地把手缩了回来 他说 这鱼是给他的 他忽然觉得很开心 很想笑 但又觉得真这么笑的话 有点傻气 便稳住了嘴唇 魏无羡又抓了一条鱼浮出水面时 看到的就是白衣少年 蹲在那里 手足无措地看着地上那条鱼 魏无羡爬上岸 道 蓝战 你没有杀过鱼吗 蓝忘机 有点惭愧 没有 不会 魏无羡道 没事没事 我教你 很简单的 他拔出仙剑 准备收拾那两条鱼 蓝忘机道 你怎可用仙剑做这种事 魏无羡满不在乎道 哎 剑吗 不就做这个的吗 杀鞋碎是杀 杀鱼也是杀吗 蓝忘机宁眉 不悦 此剑有灵 用来杀鱼 视为不敬 魏无羡爱了一声 道 我这不也是没办法吗 除了这剑 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杀鱼的 诺 你不妨把这鱼看成是今年曾经的鱼妖 这不就行了 终于 蓝忘机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荒唐 魏无羡边收拾鱼 边道 你先别急着说我荒唐 等一下烤好了鱼 你就不会再说我了 魏无羡很快收拾好了鱼 在潭边燃起火堆 把去了临天内脏的两条鱼架在火上烤 烤好了一面 他熟练地翻个面继续烤 又拿出盐 细细洒在鱼身上 就要小心 repent 就要小心 带弃 撒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